下着大雨的夜晚 行车记录器拍下 右侧一辆轿车疑似打滑自撞 瞬间冒出大量的烟尘 地上满是散落的零件 后方驾驶见状赶紧闪避 而强大的撞击力道则是将肇事驾驶抛飞车外 肢体多处的撕裂伤 重伤昏迷 送以抢救 车祸现场到处都是零件 车辆严重毁损 车头也被消掉 地上还能看到破碎的引擎跟轮胎 这也导致另一辆轿车闪避不及 撞到散落的车体 带你来听一段访问 我看到这边看到有一个人在挥手 好像是他的意思是叫我们要停下来 但是我以为那个是我影像错误还怎样 结果后来就去撞到一个就是那个东西 来的时候车子车头已经毁损 它的引擎已经掉在路上 严重的车祸就发生在高坪大桥 年月四十岁的驾驶在二十号深夜往屏东方向行驶的时候 疑似车速过快 打滑自撞一旁路数 摔落边坡 车体严重的毁损 路数也压着车体 现场一片狼藉 又下着大雨 增加排除事故的难度 驾驶则是重伤抢救中 详细的造势原因 警方还要调查 详细的造势原因 警方还要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